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上次买的有问题显示矿卡 我是马上和矿老板联络 想不到我还真的遇到一位负责任的矿老板 说要马上补寄一张矿卡给我 我的妈呀 听到我真的是头皮发麻呀 我告诉矿老板说你还是退卡退费给我就好 你这一团女骑士矿卡出生入室那么多次 根本没有一张显示卡可以看可以用的 算了啦 快点退款给我 大家也轻松 结果矿老板最后使出杀手键 告诉我他有珍藏一批放在冷气房花矿的维新 RX580 8G红隆卡 问我有没有兴趣再给他一次机会试试 我一听到是冷房矿卡 跟着我的兴趣就来了 请矿老板马上尽快寄给我 不得不说这家矿老板配合度超高 为了快速换货给我 连盒子外包个气泡纸也都省了 直接寄货单一贴就寄出 只能说矿老板你辛苦了 但还好有上次经验 这次一样用RX470 显示卡盒子打包寄给我 所以不用太担心记错显卡的问题 好快来开箱检查一下 哦原来这就是冷气房挖矿的显示卡品质啊 整体灰尘是少了许多也干净一点 散热风扇还算顺滑没有卡卡的感觉 但它还是逃不过挖矿卡的命运 整个散热铝棋片都是有氧化和长白毛生锈现象 哎 这五年的老矿卡还能有多好的卖相呢 真的让人感到有点淡淡的哀伤啊 而在金手指插角看起来也不错 完全没有生锈长绿般纹路问题 在背后的保护板也算完整 没有出现大量刮伤纹路 哇 这输出插槽挡板跟新的没两样 完全没有生锈纹路 也看不出有再加工处理过的痕迹 嗯 不错不错 再来就是这影像输出孔 看这完美挡板区输出孔 应该也是保存良好才对 我的妈呀 这也看起来太新了吧 感觉都没有用到 也没有生锈问题 那其他三个输出孔 应该也差不多是这样才对 嗯 没错 整体看起来完美无缺还行 所以大家口中说的冷房矿卡 从整体外观品质看起来 是蛮不错 没有大量卡灰尘 生锈地方也少 唯一缺点就是这散热极片大面积氧化 生锈长白毛的问题 好 快来上机测试看看 这时 矿老板也是讲同样的话 保证一定可以通过烧卡 但都没有跟我保证能撑过几分钟 所以还是听听参考就好 好 完成 开机 嗯 还不错 这次显卡的散热风扇还蛮安静 没有叽叽叫问题 OK 进入开机程序 嗯 这开机时间也等太久了吧 到目前还没有出现画面 嗯 我又是哪里没有装好插好吗 把HDMI输出孔 换插到另外一个孔试试看 OK OK 成功进到Windows 10 哦 吓 吓死我了 还以为又拿到有问题的矿卡给我 啊 又怎样啦 整个画面马上黑掉 这张显卡品质也太糟了吧 我都还没有开始烧卡呢 哦 又出现显示画面 我想可能是电脑 在安装趋重程式所造成的画面切换吧 那这里我们先让它过 快来烧卡测试一下 好 没问题 GO 此时因为烧卡让显示卡温度快速提升 风扇停转功能马上达到工作温度 也能正常启动运转 把手靠近显卡时 你会感到阵阵热风往你手上吹送 而这时烧卡风扇转速噪音大约会在55分贝左右 真的比前一张会叽叽叫的矿卡好太多了 而在烧卡5分钟后 显卡温度会落在73度 差不多是我们在玩游戏的温度范围里 看样子这张冷房矿卡 真的是完全没有问题 可以正常使用 既然工作显示都正常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拆解清理灰尘和换散热膏了 再拆显卡换散热膏清理灰尘 真的没什么技巧 最大问题可能是要把拆下来的螺丝 都能记清楚原来位置 才不会最后装回去时 又多一颗或是少装一颗的问题发生 所以为了减少这怪问题发生 我的做法是拿一张A4的纸 把显卡的外形描在上面 等一下拆下来的每一颗螺丝 都放在同显卡位置 这样做 你绝对不会有装错或少装的问题发生 除非你不小心又把纸上螺丝打混乱在一起 那我真的也没有办法救你了 请你自己小心收好固定 嗯...这张保护背板异常的干净 看样子邝老板自己已经清理替换过散热膏了哦 哦...拜托好不好 邝老板 你是用哪一家散热膏啊 还出现流鼻涕现象 那不就还好我有拆开来看 不然最后流到到处都是 就非常的难清理了 再来拆开这内层导热板 来看看里面有夹多少灰尘 哇...整体看起来有保养过灰尘有够少 踩一点点 连记忆体上面的散热贴出油也清理好 嗯...这内层散热板的散热贴 好像只替换记忆体局部地方 有两种不同新旧颜色散热贴在上面 啊...不行呀...这灰色散热贴已经全部硬化 应该已经没有导热散热的功能 干脆等一下全部换掉也省事一点 再来是把散热风扇和铝骑片分离 哎...这散热贴大面积的氧化生锈长白毛真的是没救的 虽然邝老板有清理过 但也是无忌一事 要好好看有卖相 可能只有换新散热贴片会快一点 这两颗风扇转动还算可以 不会卡卡 等一下上点油反应应该会更好一点 那这次清理我是使用95%酒精来清洗 因为这张微星RX580 8G都已经用了5年 你要我用自来水来表演清洗秀 我还真的不敢啊... 我目前还是打算使用它久一点来做测试用的亮机卡 那配合酒精清理的工具我是使用牙刷 而且刷毛千万别太硬 要软硬适中就好 免得太硬的毛把电阻小晶元都刷下来了 好...开始清洗 好...这风扇清理也差不多了 先来上点油保养让它转动更顺畅 应该就是把这塞盖打开 加点润滑油进去就可以完整 嗯...这塞盖的感觉不对哦 怎么会用硬直塞盖完全密封塞死呢? 根本没有办法挖起来自行开开加油啊 啊...算了...放弃了...太难了 根本没有办法挖起来打开 哎...这三热骑片我只能跟大家说抱歉了 生锈氧化到这种程度 能清多少就算多少 请多多见谅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这灰色散热贴一碰就破碎 早点换了再使用2-3年也比较安心一点 好!全部起理完成!现在把它涂装回去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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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全部組裝完成,只能說我是盡力了 整體外觀看起來是更乾淨一些 大耶也有恢復到7到8層的光彩 只要你不仔細看棋片上的氧化、真鏽白毛 也不會察覺它是一張非常老的礦卡 好啦,再上機燒卡測試看看 這樣清理後能改善多少的散熱能力 好,安裝完成,開機 哦,沒問題,一通電,顯卡風扇就馬上轉動 但是...它的開機進系統還是一樣的慢哦 YES!終於進到開機程序 表示這張顯卡沒有被我洗壞掉 風扇轉提功能正常 也成功進到Windows 10系統 太棒了,快來燒卡測試一下 哦,在顯卡溫度提升後 停轉的風扇也能自動轉起來散熱 不錯不錯,看樣子都正常使用中 但也蠻奇怪的 這散熱風扇沒有辦法開蓋加潤滑油 可是在燒卡風扇噪音卻是能降到50分貝 比先前未清理又再少了5分貝 可見這樣清理後的散熱騎片 有提升不少散熱解熱能力 讓風扇減少狂轉風切噪音 而在燒卡前後比較 大約在1-3分鐘內 清洗過的顯卡可以再多降3-4度 可是過了3分鐘後 就是這散熱騎片的最大壓制能力了 兩者都能狂升到73度左右維持著 看到這裡我是馬上打開YouTube觀看8K影片 想不到還能順暢播放觀看這8K影片品質 而且在清理後的RX5808G的顯示卡溫度才54度左右 也就是說這張微星RX5808G 只要在正常工作下使用都能表現很好的水準 但千萬別看到這裡就急著去衝一張冷房礦卡回來 雖然使用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散熱騎片氧化生鏽長白毛 讓人看了心情不爽 而且只要一氧化生鏽 它是一定會持續長白毛下去不會停止 所以準備入手冷房礦卡 一定要問問自己有沒有拆解清理灰塵能力 不然就是要入手還在保固內的冷房礦卡 可是它的價格也會跟著更貴 要花更多錢購入 也許直接送原廠處理平一下 搞不好會幫你換一個沒有氧化長白毛 整新品散熱騎片給你 這樣就會幫你再下次轉手出售 可是大大的加分啦 所以要不要使用冷房挖礦的顯示卡 就看你個人取捨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也入手冷房礦卡 要分享使用心得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也請多多幫忙按讚和訂閱 讓我可以更快一點達到10萬訂閱獎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們下集影片見啦 所以影片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和分享 也記得把你的鈴鐺打開哦 這樣隨時才可以收到我上傳的最新影片 拜拜 拜拜 拜拜